我來看一下這題 他說AK三番等於三 下有一個十根 求這十根的近視值 到小數頂第一位 來幾個觀念給大家 他說AK三番等於三 下有一個正十根 問題來了 老師想請問一下這個事實可不可以因十分解 不能因十分解 對吧 他不能因十分解 所以說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時候他說他有一個正十根 你在不能因十分解的情況之下 然後幫你把這個根的近視值算出來 這樣行不行 算到小數頂下第幾位 第一位 有同學說 老師 那不能因十分解有公式解 我們翻成是三次以上 沒有公式解 只有二次才有公式解 可以等於2A分是-B加減 根號-B因凡前幾 4A-C 二次才有公式解 三次以上沒有 導致要怎麼辦 不能因十分解 又沒有公式解怎麼辦 所以說這時候有什麼定理 康根定理 想辦法去把這根的近視值找到 這樣行不行 那什麼叫康根定理 康根定理強調一個觀念 什麼觀念 當FA乘上FB小而易定的時候 當X用A代 X用B代 把Fx的值算出來 算出來只要一陣一附的時候 好不好 老師就可以知道 在A、B之間至少會有一個十根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我先去定義什麼 定一個是誰叫起 Fx 我把三義過去好不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先去定Fx的引起 也可以三番-3 行不行 所以說我這時候把 X用一個數字帶下去 假如說帶下去產生一陣一附之後 行不行 我就可以知道 在這兩個數字之間 或一個根嘛 那怎麼帶 來 第一個 題目強調 好我就慢慢去帶下去 所以堪根定理 就是慢慢帶 好不好 去找他根的近視值 他說A3等於三 恰有一個正時根嘛 所以說我要找的是正時根 對不對 所以習慣上我還是一樣 還可以先用0開始帶去 帶下去 告訴我0-3 帶下去17 負3是負的 如果再繼續帶 用幾帶 我要找的是正時根 對不對 所以說麻煩你 用負的來帶喔 好不好 所以繼續帶下去 用幾帶 1帶 1-3 負2 還是負的 再來 再用幾帶 2帶 2-3 8 8-3 4 其 5 正的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 這AX用1帶 和AX用2帶 算出來答案是一正一負 對不對 所以說我知道 這時候1和2之間 至少會怎樣 有一個十根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喔 所以1到2之間 會有十根 這樣行不行 那基本上 老師問你 2-3 包含3 需要再帶嗎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比如說三三番自己 從一歲數到四相 一起來 從二以上 比如說3 這時候三四番 再減3下去 一定會是什麼數 正數嗎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3以上 怎麼帶都是正的 需要再帶了嗎 不需要了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帶下去 AX用1帶 和AX用2帶 剛好 帶下去 它會一正一負 可見 1和2之間 會這樣 有一個十根 行不行 那題目講一句話了 他說 F等於0 恰有一個正十根 對不對 可見這個正十根 一定會在 1與2之間 這樣行不行 好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 今天會有一個正十根 沒錯 而且這正十根 1和2之間 行不行 大概一點多 那是問題來的 題目要我去算到 小數點第一位嗎 所以說我知道 這個根是 1和2之間 大概一點多 重點是我要多多少 對吧 所以說麻煩你 繼續帶 剛才 我們用1帶 算帥是-2 用2帶 算帥是-5 那我就要繼續算 算帥到底是1點多 多多少嗎 問題來啦 老師 你要1.1還是1.2 1.3 這時候習慣 然後麻煩你 先找一半 1.5帶進去 試試看 這樣聊小說 先找1.5下去 試試看 什麼叫1.5 1.5 把它帶下去 行不行 那老師問你1.5 3次翻 好不好看 好不好算 不好算 什麼叫1.5 1.5後 其實你把它想像成 2分之3 好不好 把用2分之3來帶 現在好像會比較算 2分之3是三分之幾 8分之27 減掉3之後 8分之27 減掉3 3是8分之24 所以減掉3之後 什麼號 正號 對吧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1帶是負的 1.5帶是正的 可見這個跟會界 1到1.5之間 對吧 各位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這個跟會界 1到1.5之間 所以麻煩你繼續帶 好不好 剛剛是帶1.5 所以說1.6 1.7 1.8 1.9 需不需要帶了 不需要了 所以說我知道 這個跟會在1到1.5之間 因為這兩個是一正 一負嘛 各位 那時候1點多少 我們再繼續 再用1.4帶好不好 好 AK是用1.4帶 哇 帶進去 1.4的三番 撐起來多少 我慢慢撐好不好 1.4的三番 代表1.4乘 1.4乘1.4 1.4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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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再乘3 1.4好不好 我們把喜愛這邊慢慢乘 4乘下去 6424 進2 有436 38 進3 算算自己 784 1再乘下去 196 所以加起來是幾 2.744 所以說減掉3的時候 什麼號 負號 哇 這時候發現到 需不需要 不需要了 可見有沒有看到 這1.4帶1.5 有沒有看到 算出來答案 一個正 一個負 可見在1.4帶1.5之間 會有一個十根 對吧 各位 所以說這個十根會在1.4帶1.5之間嗎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FSA10 下有一個根 而這個根會進1.4到1.5之間 對不對 所以說題目叫我去求 近視值到小數點下 一位 他有沒有要有四捨五入 沒有 他只要一點多多少就好了 那你觀察一下 有一根在1.3 1.5之間 可是它是多少 他是1.4多多 1.4多到1.5 沒有 所以他 可以知道小數點下第一位 可見我只要寫多少 寫1.4指出來了 可不可以 所以說我只要堪根定理 慢慢慢慢去找根 我再來一次 因為題目已經告訴我 這個四單中 是 恰有一個正十根 所以說我要去算是正十根 所以說我先把這三移過去 我先去令FS的A3-1 這樣行不行 好 我先用0帶 負的 叫1帶 負的 這2帶正的 可見這個時間會在1和2之間 對不對 好 我再繼續找到1和2之間之後 再繼續帶 應該要算到小數點下第一位 那繼續帶怎麼帶 我先找1.5 先找中間一半 帶下去 不 帶下去是正的 可見這個根會在1到1.5 還是1.5到2之間 會在1到1.5之間 對吧 各位 那1到1.5之間我再繼續帶 我再往下帶帶起1.4 帶下去是剛好是負的 可見這個根精確來講 會接1.4到1.5之間 可見這個根是起1.4多 對吧 行不行 所以說洗到小數點下 對 我可以直接把它寫成1.4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齁 麻煩你到這邊 生理一下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OK